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小技巧 就是如何利用我们的手机来将文件分享到LINE上面去 在利用手机分享之前 我会先建议将这份文件先放在云端硬碟上面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有Gmail 所以如果你登入Gmail之后 其实我们就有一个线程的云端硬碟 就是在Gmail里面我们去点选右上角 这边有一个小方块 然后打开云端硬碟 打开之后我们就可以在电脑里面将这个文件直接上传 所以我们在资料夹里面找到这份文件之后 我们直接使用拖曳的方式 把这个文件拉到云端硬碟里面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iPhone里面 去打开云端硬碟的App 如果没有这个App的话 可以直接到App Store里面 然后直接去搜寻关键字 打个Google云端 就可以直接把它下载下来了 好那我们现在把云端硬碟这个App打开之后 就会看到我们之前在电脑上传的文件 好那我们要分享这个文件的话 就直接在这个文件的右边 好那边有个三个点的小按钮 好那我们就直接按一下 然后呢去点选取得连结 好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连结就已经复制到我们这个iPhone里面的剪贴簿了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Line把它打开 然后去点选我们要传送档案的对象 然后在这个聊天的栏位里面呢 按住我们的手指不要放 好跳出一个贴上 好那我们点选一下 那就可以把这个连结贴上去了 那对方收到之后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档案呢 可以把它开启在手机里面 或者是下载到电脑内 好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好大家拜拜 拜拜